新跟民眾荷包有關的消息 知名的迴轉連鎖壽司店 爭先宣布 從27號開始 兩罐一盤的鮭魚握壽司 還有一罐一盤的鮭魚肚握壽司 都從30元漲到了40元 業者透露說 因為店裡頭的鮭魚 大多是從遠洋進口 烏鱷戰爭開打以來 國際的運費上漲 實在是撐不住了 年年夏日用餐時間 民眾熱到沒胃口 這時候來份鮭魚握壽司 冰冰涼涼入口好過癮 不過連鎖壽司店 業者爭先宣布 從27號開始 兩罐一盤的鮭魚握壽司 和一罐一盤的鮭魚肚握壽司 都從30元漲到40元 消息傳出民眾怎麼看 對我們一般民眾來講的話 漲幅是算滿大的 現在有消費醫院會啦 但還是看情況 因為壽司不是每天吃啊 我覺得相對可以接受 很多鮭魚的價格 其實都超過40塊 所以如果漲幅10塊 我是滿可以接受的 業者透露店裡的鮭魚 多從遠洋進口 俄屋戰爭開打以來 國際運費上漲 從去年底到現在 進貨成本的漲幅達到47% 也有海鮮餐廳的主廚表示 這段時間以來 鮭魚進貨的成本持續上升 不少店家只能苦撐 鮭魚漲價的幅度 大約20%左右 多多少一定會有錢 因為進貨的成本增加 平說一定會減少 這次宣布漲價的爭先 鮭魚握壽司 和鮭魚肚握壽司 一盤都漲了10元 但對比其他兩家 連鎖壽司店 丧壽司和壽司狼 類似的品項 並沒有跟著韓漲 維持原本一盤40元 真心也強調 其他品項並沒有異動 價格計算是以取餐時間為主 如果是27號取餐 都會以新價格計價 記者陶宇軒周一姐太好了